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最后升了54%33.1% 其实比很多人预期较弱一点 因为昨天暗盘也说是40多元 市场似乎是比较弱一点 下午升了一点上来就因为道指期货上升了200多点 拉回上来但是整体都是比较沉满的格局 你应该这么说 今天临收市当时有一宗关于Beyond Meat的新闻 Ring你也有 这宗新闻就是说美国的人造肉生产Beyond Meat 想着在中国的东部浙江省开两间工厂 希望可以打入中国的市场 大家之前也听过很多中国似乎有些粮食 各方面似乎有些不够 我们也说过几次了 另外今天也另外《日经新闻》的报导 中国在团积食物除了粮食之外 譬如石油矿物甚至之前说的晶片各方面都在团积 因为怕外面的矛盾越多各方面都在团积 如果特朗普说要跟中国完全撤离关系的话 将来要购买首先所说的晶片等等原材料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所谓内循环 始终有一些input一定是在外面来的 所以已经开始团积了 以及今早的新闻大家看到了 我想对市场有不少影响 就是说特朗普说他是自己提出关于decoupling的概念 他说这个好像很有趣 其实我们可以完全跟中国不做生意都可以 其实呼应了我们前一天说的 就是连中心都说要去到撤转 就已经不是很纯粹经济上制裁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这个叫做银箭的思维在里面的步骤 就是一个层次比之前就纯粹是麻威 或者那些都是再高了一个最严重的层次 基本上就不是因为你要挟它 是很敌意很明显的 是要你生活困难的 因为昨天阿Wayne也说得好 根本那些产品是低阶的产品对美国贸易上 其实没什么影响很特别的 但你都要做这个制裁 大家要注意 另外一件事今天也说出来的就是 关于商务部发布了新闻 一个全年2020年全国消费出进阅的活动目录 就出了 这个全国消费出进阅定于9月9日至10月8日 明天就已经开始了 一个月 他就说全国很多179个城市会参加 就组织2,800多场的活动 其实这个消息是9月3日已经开始提过了 不过今天就正式出了所有的目录 但我也没看到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其实他都说得很明白了 就是为了支持外出口转内需 支持外贸公司 就希望支持他们的生意 也是贯着之前所谓内循环的概念 现在开始有些实质的政策进来 看看会不会对所谓内需股有些刺激和帮助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基本上就是政府用政策的主导 希望可以帮到一些本身做出口生意的公司 就可以转型做一些内销的市场 没错他提了就算是微信腾讯各方面 所有的大公司大企都会参加 就帮助推论谱报 就是可能刚军至12月11日 就大礼拜一个做一做一天 现在就搞一个一个月一起推 重要是政府带头的干军节 9月9日的干军节 做一个月的 希望刺激下来需 今天的资讯就这么多 先做风险评论 以上的谈话内容 不惜他任何投资买卖的建议 我们都是政监会的刺牌人士 不排除本公司的员工及客户 持有信述所说的股票 投资者投资前做足够风险评估 有需要寻求独立专家的意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